大埔泰和村亨和樓發生傷施命案 64歲姓羅的男子墮樓失望 而他49歲姓羅的外甥女 就被發現倒閉在單位內 身上有刀傷及勒頸傷痕 相關案情隨著警方詳細調查而曝光 消息指 涉案的單位是外甥女居住 早年由外婆透過租者有期屋買入 外婆生前曾經立下遺囑 將業權靠由扣身二人共同擁有 但是外婆死了之後 遺囑受益人只是給了49歲的外甥女 引起舅父不滿 屢次就擁有權去到尚指發生爭執 經警方向鄰居查問 證實男死者在星期二晚上10點左右進入單位 去到凌晨時分曾經有尖叫聲發生 警方鑑證人員和法醫 又是單位搜證 發現女死者倒餓單位睡房床上 被膠指綁著手 頭部和頸部都有利器所造成的傷痕 地上有大灘的血跡 而床的旁邊 亦都有一個鐵兜裝著燒過的灘 並且在客廳發現一把剪刀 相信和案件有關 法醫症驗屍確認死亡時間 去瞭解是否有人先殺人之後 畏罪燒炭不果 去到早上墮樓斃命 我一直帶著火車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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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吽